没想到,李克勤也被骂了。 在香港乐坛,李克勤的地位被称为五大天王中的第五个天王, 也就是说,他的实力不输四大天王,甚至巅峰十七人气盖国四大天王, 他也被称为灵侠次歌手,歌唱实力十分抗大。 但莫想到,55岁的李克勤近日也陷入了李文风波。 有网友发现,原来在李文在舞台摔倒的视频里,身为导师之一的李克勤就坐在李文正对面。 李克勤很大可能全程目睹李文摔倒,但是他并没有第一时间上前扶李文。 从网友扒出的照片来看,当时李克勤的表情严肃,接着又低下头,似乎不忍看面前的画面。 加上在李文录音,曝光到现在,李克勤一直没有出面为李文发声, 也没有出来透露一些关于当时李文和节目组之间的真相,让很多网友感到不满。 据悉,当时和李文同在现场的导师有梁静茹、李克勤和李荣浩, 其实就像网友说的,当时的真相和很多细节,这三位导师肯定是很清楚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出来曝光,也没有为李文发声。 网友于是发出质问,为时抹李克勤不去扶李文, 他和梁静茹现在还保持沉默,是什么人品? 网友对李克勤的行为尤为愤怒,不但因为他和李文同位香港歌手, 李文还曾经去李克勤的演唱会做嘉宾。 但也有网友为李克勤名冤,有网友爆料, 网传当时是梁静茹上前扶李文,但被导演阻骂了, 之后却是李克勤一直扶着李文从台上走回酒店的。 至于魏石魔当时第一时间默服,是因为当时节目还在正常录制,并没有喊停。 李文自己也没有喊停,只是作为导师的李克勤,自然不敢贸贸然打断节目录制。 值得一提的是,李文去世时,李克勤是党圈位数不多参加追悼会的人, 而且当天他本身发烧40度,所以有网友觉得李克勤对李文并非那么无情, 他也有自己的无奈。 但李克勤至今没有为李文发声的行为,还是让很多网友不满。 一时之间,很多网友也冲到了李克勤的社交平台要说法。 网友们几乎都是希望李克勤能出来讲出事件的真相,为李文讨回公道。 有网友说,李克勤是乐坛的前辈,一直以来也是给人阳光正义的印象,希望他可以为正义发声。 也有网友说李克勤现在已经没有合约在身了,希望他能出来还原真相,像陈一迅那样讲出好声音的内幕。 更有粉丝直接留言,对李克勤保持沉默的行为,感到很失望,并表示以后不再听李克勤的歌了。 网友们对李克勤的谴责就像珍妮为李文明不平心情一样。 珍妮曾连续发文骂骂参加好声音的每一位导师都是欠缺良知,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就算是同行也侮辱他们的本质。 珍妮这番话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也把刘欢、汪峰、大英、周杰伦、李健、谢霆锋等直接脱下水。 作为乐坛真正的天后级歌手,珍妮表示这些导师太丢她的脸,而且羞辱和浪费了,本来可以让他们大富大贵,异于常人的天赋。 珍妮也说,她曾经劝过李文不要参加这种烂节目,好好休息。 除了像珍妮这样不怕得罪人的,金星,韩红也陆续发文为李文发声。 也有不少好声音的学员出来爆料节目录制现场的一些真相和内幕,让大家更加清楚看到了李文的遭遇。 对比之下,难怪很多网友对李克勤这几位明明身在现场,但却一直保持沉默的导师表示不满了。 但不得不说,李克勤也有自己的心酸和无奈。 虽然有网友说,李克勤现在和好声音已经没有合约在身,不用怕可以出来说出真相。 但李克勤虽然没有和好声音这个节目合作了,不代表他以后不再来内地,或者说和浙江卫视的节目合作。 李克勤虽然被称为五大天王,但他远没有四大天王的知名度大。 随着年纪见大,早在2021年,李克勤就在采访中自曝,自己在香港的工作量越来越少,已经有半年没有收入了,而且和谭永林合作的餐饮店也在亏本。 他当时每个月还要含60万的房贷,养个孩子在香港的国际学校读书,学费加起来要40万,加上家里保姆等其他支出,每个月的经济压力很大。 而来内地发展成为了他的一大出路,其实在2021年之前,李克勤就开始有来内地参加音乐综艺,比如《蒙面歌王》,《蒙面唱江猜猜猜猜》和《我的歌手》,率先在内地打出了知名度。 可笑的是,其实之前李克勤来内地参加《蒙面唱江》时,台下的导师都听不出他是谁的时候。 郑中基已经吐槽过,这个节目很假,李克勤的声音那么有变息度,那些人怎么会听不出。 郑中基还直接说让一个过期歌手做导师对自己指指点点,自己还要说谢谢老师。 他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参加,因为怕自己会冲上去打人。 不过李克勤对内地一些音乐综艺的规则并不排斥。 之后李克勤来内地参加音乐综艺的频率越来越高。 虽然因此他很少有时间回香港陪伴妻儿,但就像他说的,如果他来内地工作,全家吃西北风吗? 在同辈的香港歌手中,李克勤是来内地参加音乐综艺最多的歌手之一,包括《中国好声音》、《声声不息》、《时光音乐会》等。 有媒体曾爆料,李克勤在内地唱三首歌就能拿到六位数的收入,短短二个月就收入过百万,加上在香港开演唱会等,十个月赚了过千万。 来内地短短两三年,李克勤已经成功摆脱了经济危机。 他的妻子卢淑仪上个月才买了一个410万的车位,而他们夫妻名下的房产总价值已经超过2亿人民币。 可以看出,李克勤何尝不想像张学友和刘德华那样,坚决不参加这类有内幕的音乐综艺,能保持作为一位歌手的体面。 可惜的是,李克勤也有自己的不得已。 中国好声音因流传出李文含泪控诉节目羞辱和欺压的视频及录音,导致争议不断,许多黑幕接踵而来。 中国好声音被爆的黑料包括冠军内定、花钱买转身,以及无理由取消进棚录影等。 8月21日,韩红在微博贴文称,作为个人,他无法对一个试涉多方的复杂事件做调查,做评判。 我期待上级主管部门的调查和未来对此类事件的规范。 韩红还说,作为李文的好朋友,他认为李文是一个善良诚实的人。 我信任他也心疼他。 无论如何,希望现在的Coco已放下所有的悲伤和痛苦,从一切纷扰中解脱,依然像当年我认识他时那样快乐迷人。 Coco,你安心。 8月17日晚,一段李文生前控诉综艺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的录音在网络流传。 这段录音长达9分钟,分为三个部分。 内容疑似李文在控诉录制《中国好声音》期间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李文说,我牺牲自己无所谓,我莫想到原来他们都是一堆坏人,去整我,因为我说真相,我命都不要,就是想帮助这些孩子。 我说赛制不公平,节目组说赛制就是这样的,没有导师可以改变。 李文也提到,因为对不公平的赛制提出异议,他们,节目组,要跟我动手,他们说,你必须要离开这个舞台。 李文控诉《中国好声音》因为他说出赛制不公的真相,不仅要他离开,还在总决赛整他。 制作单位当时先是要叫保安把他赶出去,还对他动手,感觉到他抓我的衣服,把我拉下来。 就在九分钟录音视频流传的当晚,《中国好声音》官方微博发布声明进行回应。 近日,部分自媒体账号在网络平台散布经恶意剪辑的录音李文生前控诉, 《2022中国好声音》是对逝者的不尊重,也严重损害节目形象,我方表示强烈谴责。 《中国好声音》还说,作为《2022中国好声音》的导师,李文女士全身心投入工作,期间曾有的误会经沟通,当时极已消除。 出于对逝者的尊重,我们不再对此事过多解释,永远铭记他对节目的真情付出。 愿逝者安息。 不过,不少李文的歌迷和支持者仍坚持要求《中国好声音》制作单位道歉。 张慧妹、佐和奈英曾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 在第二届《中国好声音》参加海外选拔,最后魏霍导师转身的37岁梁小俊说, 当时来自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共近50名选手被安排到上海录制节目。 他们等了很长时间后,却被通知录影取消。 不干空等的选手们极力抗议,制作组才让他们录节目。 不过,所有海外选手都为获导师转身。 杨小俊说,导师之一张慧妹私下告诉他不是你唱得不好, 是我们不能转,没有办法转,不好意思,对不起。 他因此觉得有没有被选根本不是实力的问题。 李文控诉《中国好声音》的事件持续发酵,业界也传出抵制声。 中国先锋1063电台发出永不合作《中国好声音》的声明。 河南品牌科迪乳业也在抖音账号贴出抵制蓝台从我做起的影片表明立场。 虽然该贴文遭火速举报下架,但也有现民截图留证。 针对《中国好声音》的争议,也有电台和品牌表明立场。 关于《中国好声音》节目遇到的问题,浙江广电说,浙江卫视有责任有义务加强节目监管,履行好播出平台职责。 同时,督促节目制作方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认真听取大家意见。 浙江广电也称,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浙江广电集团将以负责任的态度进一步调查核实,并真诚欢迎广大观众和网友监督。 该节目8月18日照常播出最新一集,收视率仍拿下全国第一,似乎不受舆论影响。 不过,节目地母公司星空华文受到波及,18日的股价暴跌24%,市值缩水超过110亿港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